最近有两个PS后妈出的游戏 还挺热门 一个是星空 一个是博德之门3 博德之门3有PS5版 没有PS4版 它的电脑版是今年8月3号上的 价格是298块钱 现在半个月过去了 好评如潮 它的PS5版会在一个月之后 9月3号上 普通版的价格是468港币 豪华版是568 豪华版多了可以提前三天玩 这款游戏是18家的 因为有幸不适合孩子玩 博德之门3的PS5版有中文 支持PS5手柄 支持多日模式 最多四人联机 线上模式需要PS会员和加速器 PS会员一年300块钱的一档就可以了 加速器以我现在用的 迅游加速和旗舰版为例 盒子是260多 加上一年的会员一共是380多 可以给PS5 Switch Xbox加速 支持千兆网络 像暗黑4 CUD19线上模式 还有其他连击游戏都需要加速器 PS5港幅商城下载游戏 一般不需要加速器 但是XBOX港幅下载游戏速度不稳定 最好开一下加速器 好 说下一款游戏 星空 今天是8月18号 已经可以开始预载了 XBOX版126G 9月6号正式开玩 我用的是XSS和XGPU 可以免费的玩到星空的普通版 也可以加钱买豪华版 豪华版可以提前5天 也就是9月1号就能玩到星空了 可惜的是星空没有PS版 Steam Xbox XXXXSS都可以 PS独不占 Switch也不占 星空是一款单机游戏 不需要全程联网 所以也就不需要加速器 PC普通版的价格是298 豪华版415 有中文 星空这款游戏 是由老滚和辐射4制作团队打造的 是一个探索外太空的游戏 看着很不错 年龄分级也是18架 你们觉得这两款游戏怎么样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 感谢观看